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基督圣教会,那我们会讲星导,那今天又有这个观众写email来,是有两个不同的高中生写来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一位高中生的学生,他说,因为他们有这么多测试,当然是学生,所以,如果他做了祝福,他会有很好的高中生吗?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高中生看到我们的星导说,哦,这么powerful,这么有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 那他如果就是说,整天来实践星导,那他是不是考试会考得很高分。 OK,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朋友们,OK,那祝福的祝福不是魔术。 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星导,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魔术,或是法术。 就是告诉你说,星导会让你成为一个好的学生,什么是好的学生,你就是要准备功课,认真来读书。 那,如果有人开始,可能是第一次当初,然后祝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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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但不要认为这会永久的祝福。 那不要觉得说,如果一开始如果你猜题好运的话,猜对了,不要以为每一次都会这样。 那这一位同学,他说他也有基督教的朋友的同学,他说他祷告,他考试就会考得很好, 他猜题也会有时候都猜对的机率比较高。 那这一位同学,他说他也有基督教的朋友的同学,他说他祷告,他考试就会考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是的,这可能会发生,譬如,因为你不记得,你很累, 对吗? 是的,神会帮助你。 那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你很认真的读,那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太疲劳了, 或是忘记了,突然忘记了,那神会帮助你。 那所以你会想起来。 但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如果这一位同学,他不再学习, 因为他说,我找到了一个方法,我会祈祷祷,我会写教书。 神会不会帮助他,因为这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会帮助他失败。 那事实上,如果你实践心导的话,你成为一个好的学生, 那你功课自然会提升。 但是,如果第一次,神帮助你,就是提醒你,就是你的记忆力, 让你考试通过的话,你就说,欸,其实我没读那么熟,我考得这么好。 那以后,你就用心导的方式,然后,你以为你会考得很好, 事实上,你会考得不好,你甚至会失败,或者会被荡掉。 那事实上是神让你,让这件事情发生,让来提醒你,你要做一个好学生。 因为祂很爱你,祂要让你做一个诚实的学生,所以祂要来教导你。 那现在我们来讲到,金斯坦丁堡那边有一个圣徒, 那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她是小孩子的时候,大约是十到十二岁的时候, 那就是读书,读了什么也记不得。 然后她就是她班上成绩最后面的。 那那时候的老师会打学生。 那并不是,我觉得那应该不会很久啦。 我小时候我们的老师也会打学生。 现在是不能打的,那时候老师也是会打学生的。 那因为他就很不足,每天都被揍, 他就把他的头放在这个,因为他小孩子嘛,很单纯就放在祭坛上。 然后他就说,神啊,帮助我,我是笨蛋,我是白痴,我就记不得。 结果是,昨天在学校,他去学校, 他就说,这个老师都想要告诉他爸爸,叫爸爸把他带回去,不要来上课。 这白痴哦,这个雄木不可丢啦,把他带回去好了。 但是当他开始问问问题, 那孩子就回答完,你知道,完美了, 那学校就很震惊。 结果老师就开始上课,上课就问问题啊。 他开始回答问题,然后老师就惊讶奇怪, 这个笨蛋,这个白痴怎么会答题了。 那从那次之后,他都是考第一名, 都是班上最优秀的。 那成为这个君士坦令宝的主教, 那也是一位圣徒。 那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他并没有说, 哦,神帮助我,我不用去用功读书,我只要去那边祷告就好了。 他并没有,他非常努力。 那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就是在欧洲,就有足球,你知道,不要疯狂。 那如果他们的团队就会失去,那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在欧洲。 他如果输了,甚至有人会为这样的事情去自杀。 其他人一起祝福天父,帮助我来的队。 你可以看到,在电视上对俄洲的 Kashyy aussi的观众。 如果有时候的观众,如果аемая, 的话,或者甚至走 их惜他们自己, 更也会向神祷告帮助他们呢对赶贯冠军,世界杯。 甚至就是请这个祭司来赐福这个球啊 那个雕像 很多相关的东西 那我问你说 如果有两队 那要来争这个冠军的话 那这个也跟神祷告 这个也跟神祷告 那神要帮助哪个 那如果你是支持这一队的 你帮他祷告 那支持那一队的 他帮他祷告 那我问你 神要帮助哪一队呢 那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帮他们来祈祷吗 我会说是的 不是因为我喜欢食物 我会说是的 不是我啦 是神父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足球 那我会说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求神 让每个人表现他最佳 最棒的状况 所以就是让他达到他最高的表现 就是球技或者什么 当然我们需要这样祈祷 我相信球迷也想要看到他们最高 最技巧最棒的方式 最诚实的方式来赢得冠军 那其他的人他也会为他自己的职责来祈祷 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品质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很高超的足球赛 而不是说随便的打一打 或是欺骗的或是踢甲球这种不是这样子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会讲到在社会上 那关于社交方面的祈祷 让我还有再有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抱歉 我认为是有点蠢的 我认为是有点蠢的 因为第一个 成为一个好学生 可以学习 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功课好成绩好 那可以借着他来努力用功 第二个问题是有点难的 因为他在学校中 每个人都爱他 因为他短 他说可以祝福神 我会有点蠢的 但是这不是学习 我可以读 你不能说 哦 突然蠢的蠢的 可以努力用功 那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生理上的问题比较难 不像用功力 人家读一遍读懂了 你读十遍嘛 那你还是可以达到好成绩 可是第二个问题比较棘手 就是说他是高中生男生很爱 那没有连160都没有 那班上同学都笑他 他可不可以借着星岛让他长高 因为他看星岛说 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 所以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太短了 首先我可以说 他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首先要信赖神 所以你必须这位同学写信来 我并没有看到这么深入的问题 那神父点心了你一点 也点心我一点 然后你的问题并不是在你的身高 那因为爱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是别人造成你的问题 别人笑你或是什么 所以他笑你就会让你会觉得 你这是一个缺陷 不如人 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别人如何看 看你对你的认知 所以你在自我认知这一方面比较低弱 所以那你应该认知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成为班上功课最好的同学吗 还是你是世界最厉害的科学家 或者是一个平均的一个平均的人 像其他人 像麦克尔卓丹的 但麦克尔卓丹 不是因为他太短了 他因为他太短了 他因为他太短了 我说一般人那不算什么 应该像麦克尔卓丹那么高 然后神父说 麦克尔卓丹之所以有名 并不是因为他的高度让他有名 而是他的求记让他才有名 因为有很多人比麦克尔卓丹 比麦克尔卓丹高的人大有人在 那可是并没有他那么有名 那所以其他的人可能也会打篮球 甚至比麦克尔卓丹还高 但是就没有他那么有名 因为他有很强的自律心 然后不断的练习球技 那我认为一个人 纳卓丹 他很短 纳卓丹 是不是我发音到 纳卓丹 纳卓丹 纳卓丹他很矮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事实上有一个很会打篮球的 我对篮球不明白这个名字 刚神父所讲他是这个 这个美国籍的这个希腊人 希腊人在那边长大 他就说是那个篮球中很矮的 但是是很厉害的 那他的厉害程度是怎样 跟麦克尔卓丹差不多 因为我听了有点了解 就如同飞人而已 飞人一样 他可以在空中 甚至停留短暂的秒数 甚至这么矮的人 可以去灌篮 他跳起来 他马上就降落 就是地心引力 他不知道有什么能力 有一种靠地心引力 然后他跳的会短暂暂停 然后还可以灌篮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名人 不管是这个 艺术家 科学家 有的他生长环境 是一个很穷困的 但是让他的人格特质 是非常强烈的 还有贝多芬 你知道当他在写这个 生命交响曲的时候 命运交响曲的时候 他是冗志 音乐家哦 不是画家 画家冗了 你还可以画 是音乐家居然还是冗了 然后你知 他的音乐 是非常大 非常宗教的 然后因为他冗了嘛 他在晚上创作的时候 甚至他也有去 这个参加演奏会 那他听不到 可是他可以感受到 就是听众的这个证 有时候会拍手或鼓掌 所以 所以 他甚至最后成了见动人 但是你看他这么厉害 所以 心导是对你有帮助的 那他会让你 造就你的这个人格特质 比较 就是更强烈 而不是在在乎 这个身高这一方的 因为你要知道 在这个基督 如果没有这个背负的十字架 你看不到复活 谢谢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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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